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温柔柔好像对谁都没有黑过脸的时候 但是也有心女艺人性格外放霸气 免型代表人物就是张雨琪这样的了 如果有关注过张雨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张雨琪向来是不屑数那些萌昧的吃货的人 是的 也不以接地气泊观众喜欢为自己的目标 她就是喜欢做自己 曾经还不顾团队的阻拦 在网上跟网友们公开谈论过珠宝挑选的问题 最后还动出了一句名句叫做 一颗拉以下都是碎钻不值钱的 所以想想都知道 张雨琪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多霸道了 但是群众们一点都不讨厌张雨琪的这种霸道 相反对她这样特立独情的性格还喜欢的不行 甚至于连张雨琪和在前任丈夫袁巴袁闹离婚的时候 网传张雨琪伤了圆巴袁 都还有很大一票的支持者站在她这边 所以可见张姐这种彪悍性格的魅力 不过最近在一档新节目中 张雨琪却一改自己的彪悍性格变得温柔了不少 甚至还亲手为朱正廷吃东西 本来群众都以为性格软弱的朱正廷绝对会成黄成孔的接受 结果没想到她立马反对一句要没有生育过的女生味 瞬间气氛感觉就有点小尴尬 不过字幕组也很机智的 马上在张雨琪脸边加了一句受到一万点暴击 让整个气氛更加活跃了 但是这组节目片段的截图被放上网了之后 朱正廷还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说 她不尊重女性什么的 也有人说张雨琪脾气好的 不过也有朱正廷的粉丝跳出来解释道 朱正廷说这番话没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的不想吃虫子而已 而且还说没有生育过是节目中 对女性宇航员的一个要求 所以朱正廷延伸用到日常相处中来 也不是什么错处 只是放在特定的语句环境中 显得有点突兀而已 但是奈何还是有很多网友 不愿意听朱正廷粉丝的解释 所以现在朱正廷自他往上的风评 并不能算好 不过相信朱正廷的粉丝也还是挺多的 所以朱正廷的立场也不算特别煎熬 不过从朱正廷的这个风波来看 明星一人在镜头前说话 明星一会订阅 感谢观看